四平山上反随的连营里边派兵部将 三位先锋乖说要连胜三阵 程耀金一听这是同一次战斗 我们的胜负非常重要 牵扯到我们十八国众位军事的心情 本王亲自给你们官兵料阵 程耀金这说亲自官兵料阵 这十八国的国王就都得跟着下山 所以说这四平山上可是好大的举动 齐帆招战队伍列开 一起簇拥着这三位先锋下了山 来到山下把阵势摆好 三位先锋是一马当先 首一位就是南洋侯武军照 他挂下银宗马手中一条两斤虎头枪 催马端枪来到江场之上 对着隋盈高喊 告诉隋盈的兵定 到里边禀报 让那杨广出来受死 指名道姓要让杨广出来受死 这南洋侯武军照 对杨广呢简直是恨得牙根半指长 因为杨广杀了他们全家二百多口 给他们斩尽杀绝了 武军照那是从南洋关里边逃出来了 要不逃出来武军照也性命难保 武军照这一讨的要认 早有隋朝的兵丁万里禀报 一直禀报到金顶黄罗杖中 向杨广这一禀报 杨广一听对过出了兵了 要讨敌要战呢 杨广看了看满朝的温武大臣 又瞧了瞧这边的靠山王杨林 这边的丞相于文化吉 他问于文化吉 丞相 今天这十八国的连营里 出来了先锋关 要讨敌要战 我们派谁出征呢 于文化吉啊 这阵心里边犯何几 犯什么和解 于文化吉 疼苦到儿子于文成都 这横涌无敌将天保大将军 在太原府跟李渊霸两个人 这一比武较量 李渊霸来的一个金锤挂凤堂 这一挂凤堂 把这于文成都给挂的 吐了一口血 于文成都这口血吐出来 很多人不知道 他是在那个教军场当中 吐完之后拿土把他盖上的 别人呢 看不清楚的就以为于文成都可能胃口 反酸水 吐了一口 看清楚的呢 知道他吐了一口血 也不敢声张 知道 这不是什么露脸的事 声张出去 要是于文化吉 丞相知道了 准不高兴 于文成都本人 当然不愿意别人知道 他吐了血了 但是 吐了一口血 说明有了内伤了 这一段时间 于文成都就自己好好僵养 于文化吉悄悄的告诉军营中的医生 给于文成都看病 医生说不要紧 吃点补药 僵养身体就好了 现在呢 应该说于文成都这个身体已经恢复了 但是 这于文化吉疼赐个了儿子 于文化吉心想 现在这十八国联营里边出来什么人物也不知道 第一个先不能让我的儿子出去 我得派别人出去啊 先试吧试吧 看看他们这山上的人都有几何勇战 然后再考虑我儿子 但能不用我儿子就不用我儿子 所以于文化吉出于这么一种心情 跟杨广就说了 陛下 以微臣之见 我看 这第一阵嘛 必须要找一位族制夺谋者 我看 派我们随朝的老将军杜燕前去吧 这老将军杜燕是干嘛的 这杜燕 当初曾经跟于文化吉一起打过南辰 这个杜燕为人正直 看不上于文化吉这一套 有的时候 就逆着于文化吉的意思去做 于文化吉这个人有这么个特点 你逆我之意而行啊 好 我抓不着茬 我记着你 到时候我再收拾你 所以于文化吉忽然想起这杜燕来 心想老家伙 当初你跟着我打南辰的时候 我说东你说西 我说打狗你骂鸡 今儿个我让你先出去 试探试探怎么样吧 他那你说保杜燕 杨广呢 听于文化吉的 杨广也觉得杜燕这个人 在打南辰的时候 见过功勋 军营之中都说杜燕这个人 文武全才 善于用兵 杨广于是就说了 照这么说来 左护卫将军 杜燕 你出去 跟山上的敌军 争战一场 杨广就等于降了圣旨了 杜燕一听 现在这老头已经是五十七八笨六十的人了 不是当年打南辰的时候的体力了 但是杜燕心里明白 于文化吉 你这个老小子是安心 想拿我去做试探的 我要是死了 你就高了性了 我要是赢了 回来之后 等于给你儿子做了一个垫脚石 杜燕出版贵奏 陛下 既然是敌军 杜燕讨的要阵 为臣 焉能不去出征 杜燕心想 老了老了抖一把精神 于是杜燕点起了五千岁军 胯下骑着一批花瓣帽 手中提着一口三亭刀 金亏金甲 提刀上马 放炮出营 来到两军镇上 杜燕这一出来 南江口五云照 跨马端枪王对过一瞧 哎呦 五云照一看认识 这杜燕跟五云照 他爹五建章 也在一起做过战 而且五云照 管这杜燕叫过叔叔 没想到今天 怎么把这么个老将先派出来了 啊 五云照在马上一看杜燕 杜燕来到江场一瞧是五云照 杜燕把刀一横 对面马上做的 可是五云照 五云照 把枪一端 您是杜老将军 这回没叫叔叔 五云照心想 樊叔保大隋的 我都改了称呼了 大隋朝把我们一家子都给杀了 你还保大隋 你还保阳广 那说明你跟我有着根本上的不同 现在是两国交兵各位其主啊 他叫了成杜老将军 杜老将军 今天怎么是您出兵了 难道说大隋王朝里边就没有点年轻的了吗 你们那个横拥无敌将天保大将军 余文成多怎么不出来啊 五云照一说这句话 杜燕说 吴云照 该谁出兵自有安排 这个无需你多管 云照 你可要知道 我和你爹爹吴建正 我们曾经同生死共患难 征战疆场啊 我们的交情甚厚啊 云照 你怎么和贼人们聚在一起了 欲贼为武 对不住你亡去的爹爹啊 吴云照说 杜老将军 这话您说的好啊 不过我得问问您啊 我全家被杨广杀了 您知道不知道 我的老爹爹上殿骂杨广 您知道不知道 我爹爹指出的杨广罪责 哪条是假的 嗯 杨广 士夫震兄 七娘戏妹 败坏人伦 作为一个百姓 都应该犯一个寡罪 更何况 他是万民之主 当一个皇上 像您这样的老将军 还能保他为君 我都替您脸面无光 吴云照这几句话 说得杜燕 这脸红一阵白一阵的 杜燕说吴云照 所说当今圣上的这些过错 都是一些个空口谣言 并无实际 吴云照说 行了 你们如果承认了实际 怎么在朝纲里边紫袍金带的去站着 你们这就叫言耳盗铃 为你的主子闻过是非 既然来到江场之上 咱们别的话别说了 老将军撒马来人 吴云照说到这里 一颤这条虎头枪 这枪一抖 就像锅盖那么大的 一堆子枪头啊 吴云照那好枪法 杜燕一锤作马 摆刀望起一跺 吴云照摆枪望一架 两个人马打盘缓打在了一起 这杜燕不是吴云照的对手 一个是两个人的年龄差着的 吴云照正当其实 年轻力壮 这杜燕呢 已经是日婆西山了 再一个来说 就从武艺来讲 他跟吴云照也没法比 两个人征战十几个回合 这杜燕脑门子上见了汗 杜燕脑门子上这一见汗 吴云照这个枪 虽然是跟他打着 但是吴云照心里想 此时此刻 杜燕已经不行了 我完全可以一枪 劫过他的这条性命 但是南洋和吴云照这个人 那是一个懂礼意的人 是个读过诗书的人 吴云照心想 那么大岁数了 他上江场上给隋阳帝卖命来 说不上 那隋影中是怎么回事呢 哎呀 看在他和我爹爹 曾经在一起征战 曾经在一起 磕饮刀头雪 睡卧马安桥的这个份上 我呀 饶他一死吧 吴云照是这么想的 可是后边 离这吴云照不远 还有两位呢 一个熊阔海 一个吴天熙 这吴天熙是 托罗寨的大寨主 熊阔海是 太行山的大寨主 吴天熙呀 跟熊阔海两个人 都听着吴云照 和杜燕两个人的对话 打起来以后 这两个人会看门道 吴天熙就跟熊阔海说 我说老熊呢 你瞧见没有 这吴云照 可是手底下留着情 这个老家伙 看来跟他爹爹 有交情 打到现在 他手软了 他要一手软 咱这仨先锋 说的是连胜三阵 要胜不了三阵 这不成了吹牛腿了吗 熊阔海说就是啊 这怎么办呢 吴天熙说得 我把他踢下来 我收拾他 这吴天熙一身守在马门球 摘下这对短霸车轮斧 一对大斧子左右一分 吴天熙催马就上来 吴云照 下去 让给我 吴云照一听 身后边有人喊让给他 吴云照心想 这就没办法了 我就让给他吧 吴云照一搏马下去 吴天熙就上来 吴天熙上来之后啊 这杜燕手中端刀问了一声 来将同名 吴天熙同名跟斧子 是一块下来的 吴天熙 吴云 这名字没等报完 两斧子流星赶月 奔得就屁股来 这斧子望下这一批 杜燕拿刀望我一架 汤汤 这斧子都批在这刀杆上 这斧子跟这刀杆上一撞 杜燕这老头子 就觉得两个胳膊酥酥的发麻 头一下就觉得 自己的力量没有人家大 二马一挫凳 脖转马头 打了没有三五个回合 这吴天熙一时杀得兴起 两个人又一马打对面的时候 吴天熙左手斧子一举 照着杜燕 迎门就劈下来 杜燕拿刀望我一颗 吴天熙这斧子望我一撤 二马一挫凳的时候 这杜燕用刀转想着要点一下 吴天熙的左肋 这刀转刚一点他的左肋 吴天熙用左手的斧子望我一挂他的刀转 旧手左脚尖一领钢 这匹马一拨头就掉过来了 吴天熙右手的大斧望上一举 从杜燕的身背后 斜肩带背 杜燕躲不及 闪闪不开 就这一扶着耳畔 兵九天咔嚓扑齿一声 尸体倒落马下 吴天熙把这杜燕给砍死了 杜燕尸体倒落马下之后 吴天熙这区马兜了个小圈 一挥身 双腹的一摆 冲着隋燕的圆门就喊 隋军你们听着 你们这个将官死了 过来 拉回去 你家大爷是管杀不管买 吴天熙一带马 跑旁边去了 隋营将士一看杜老将军 盗子将场 让这小子就给砍死了 急急忙忙过来 就把杜燕的尸体抢下来 回转阳中 马上向杨广禀报 三位先方 还在那讨的要认 后边 程耀金以及十八国的这些国王们都在那瞧着 好 说连胜三阵第一阵 胜了 程耀金吩咐把鼓给我搬过来 我要给他们雷鼓入阵 有人马上搬过来 催阵鼓 程耀金把那鼓吹拿起来 这就敲离阵鼓 以阵军威 这边雷鼓驻站 那边把那消息报告给杨广 杨广一听 首战就失败了 杨广当时这个脸色就有点沉下来 杨广说 程相 这第二个人谁去呢 一门话急说 哎呀 万万没有想到杜老将军出征不力呀 看起来杜老将军不是当年了 杜老将军排兵不振 斗影埋伏倒行 真杀实侃恐怕不行了 现在需要派一个文武全财真人 我倒想起来薛道行 老将军可以出马 薛道行 这个薛道行啊 的的确确是文武全财 是开国的元勋 隋文帝打天下的时候 这薛道行屡历战功 薛道行跟别的武将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不但说武艺响 文才还高 诗词写得正好 隋文帝在外的时候 经常赞扬薛道行 有一回呀 当着俞文画集的面 隋文帝就说 说俞文画集和薛道行 评价你们两个人的话 你们两个人是协行上下 画集文书一筹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们两个人好像两只鸟 并驾其飞 不分上下 但是唯独在文采上 俞文画集 你跟薛道行比 你输着一筹 插着一格 俞文画集当时满面堆笑 连连点头 承认是那么回事 但是心里边可记恨上了 俞文画集就恨着薛道行 心想 你怎么就比我 啊 文才高吗 你不文才高吗 今儿个我让你出兵 我看看你到江场上怎么样 所以俞文画集就保举薛道行 这一保举薛道行 靠山王杨林在旁边听着 这老爷子可就有点动了心了 杨林心想怎么回事 今儿个俞文画集 怎么保了一个老将又一个老将啊 你想借着十八国联军在这阻挡上架 把随朝这些开国元旬都给收拾了啊 啊 杨林心想下一个就该我了吧 我也是开国元旬的 靠山王杨林这个脸色就有点不好看 但是杨林呢 看看杨广什么态度 还没想到 这杨广还真听欲望的话题的 杨广就说了 薛道行薛将军 你出去抵挡一阵 观看一下敌人如何 说薛道行一听 再数难逃 薛道行心里边明明白白 这个大随王朝啊 朝不保夕 我保滩又何意 倒不如死在江场落一个壮烈 所以薛道行马上就同意了 立即点起五千随军 全副配挂 手中端一条画杆方天脊 跨其一匹银宗马 薛道行出了兵 薛道行来到江场之上 这大旗一抖 上面一个靴字 一到江场上 对过了南阳和武云照 这个时候已经回到其脚下了 武云照一看今儿怎么回事啊 怎么随影里边出来的全都是老将啊 年轻的怎么不出来啊 这薛道行 武云照也认识啊 武云照这薛道行 不但说是一位武将 同时还是一位才子啊 可惜的一个人物啊 他怎么出来了 武云照说 我出马 这是熊过海那旁边说的 你先别出马 咱们仨人轮班也轮到我了 我过去 武云照说 这个人他可是才子啊 熊过海说好 熊过海心里想才子 既是才子 那就是读书识字的人 既是读书识字 为什么保养广 这太行山的大寨主 可是不听那么些 熊过海手中 把这冰铁棍一百村 一开昏红马 一下子就上来了 对过什么人 薛道行手中一颤 这条话干方天计 老夫薛道行 你是什么人 金领太行山的大寨主 现在是向州白王高潭胜 架下的大元帅 你家爷太 熊过海 薛道行说 闹了半天 你是露林强盗 熊过海说 对了 这露林强盗 比你们这些围观的强盗 强得多 接棍 这一棍楼头盖顶就砸下来了 薛道行白挤招架 两个人在一起 征战马来马往 打了有六七个回合 这薛道行 那是熊过海的对手啊 这熊过海 如果要是按照隋唐的十三节排列的话 这位是第四节 了不得的人物 所以熊过海这条冰铁棍 飞舞起来 嗡嗡嗡嗡嗡嗡 打了几个回合 突然间熊过海 楼头盖顶 一棍砸下 薛道行用挤 斜着一架 为什么斜着架 平着架 怕架不出去 斜着这一架 这棍顺着这个极杆 丝溜就滑下来了 丝溜望起来一滑 薛道行那个右手就松了 右手这一松 这一棍滑下来之后 熊过海这棍横着 就被薛道行那马脑袋打去了 砰的一下子 打在那马脑袋上 这马当时又打梦了 这马一个前提 就怪在那儿了 前提一怪 薛道行游打马上 翻身落马 薛道行这一翻身落马 熊过海手中 把这冰铁棍一举 他在马上都没下去 就竖着 望下这么一处 这一下子就处的那心脏部位 薛道行当时毕命 几乎是与熊过海 望下处的同时 五云赵在后边还喊了一声 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啊满了 薛道行死那儿了 熊过海拔马往旁边一带 冰铁棍手中一端 随影的将士 把这个老家伙收尸回去 禀报阳广 让他出来 随影将士上来之后 历史就把薛道行的尸体就撤回 撤回去之后 倒在黄罗帐里 向杨广这一禀报 说薛道行已经阵亡在江场 杨广问余文化级 何人在打的第三阵呢 杨林在旁边说了 陛下 别人不能再去了 再去 就得我 与余文化级成像 我们二人 一起 出兵 出兵